我手機告訴我,下午我會下大暴雨,我沒有時間買麵包回去 完了,我去高雄會在台中這邊特別怕冷喔 然後這個是我的伴手禮跟我的祖師 我吃了後,那伴手禮應該可以算是我等下給我跟我爸的小禮了嗎 可能他們真的就會吃掉一半 真的欸,說真的海綿蛋糕 對,海綿蛋糕 對,海綿蛋糕這東西不知道為什麼有一種火力欸 其實它很蓬鬆,然後很大一個 就不知不覺就會吃掉一整個 在高雄的時候,我怕去掌畫都會 我怕去掌畫都常會買,我當早上再去 學校十三分之一 我看還有一個空虛,你知道嗎 早安各位,今天呢 因為我在高雄是在拍太多廢片 南漂遊子,回到台中 突然想說我可以跟你們介紹一下 吃了無數次回訪的無數次的美食 這樣感覺會比較異異 不過我在高雄拍太多廢片 然後我的記憶卡真的會被我他媽的塞包 遭慣例,先來去買麵包 然後,再跟你們介紹一下 我在台中,一定要 我在台中啊,我啦 我一定要吃的美食 還記得前幾次回台中,我都有來這個小巷子 但是我沒有在這邊 拍過任何影片或照片 這邊是白衣家附近喔 然後我要講一件事情 上一次那個配音的影片 我真的是 需要再改善一下我影片呈現的方式 因為上次那個配音的效果 真的超爛的 我自己看了那樣刪掉影片 現在我們來到這間小豆 熱熱熱熱紅熱熱熱紅豆麵包 我覺得以後還是直接對鏡頭錄好了 直接講話好了 不然 除非收音訊 收音真的很差 雖然說不確定這邊是哪裡 但這邊呢 僅收到 我想到上次我去吃那個小書店 好像剛被米其林推薦吧 我就去吃了 因為他們弄的時候好像很小氣啊 很像在吃菜飯 路邊五十元那種 然後再加個香腸這樣 這個是洪銳針 我相信大家都曾經過他們的老店 我最近就很想看看他們家 這種本店啊 買在他們的主持 因為三明治的靈魂 不愛說就是 其實 只是這樣一半 不敵地在您的右手邊 請問你們三明治的主持是 比較接近這個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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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不顏色 像這個 對 熟悉的地方啊 我以前超常來這邊的 欸是這邊嗎 我走 喔喔喔喔喔喔喔 哎呀走煩了 南屯銷在那邊啊 南屯銷在那邊啊 前高中的如果 晚上不用上課 我就會 東京市滷肉魚買完 再來南屯銷夾菜 就是 可能加個腿的 或是餃子 因為如果我會加一個 三層的 腿褲會比較膩一點 我今天想吃他們家的餃子 他們家的滷汁真的很讚 然後肉也是滷得很入味 很少有店裡有賣餃子 個人的話是餃子是餃子 喔 這個味道真的 好懷念好香 我要吐出來了 天啊 欸外帶 買到了 等下他們現在不可以外帶 加酸菜了 但老實說他們家酸菜太重口味了 就是 就是 我就是彈小朋友 才會加一點 吵死了 快滾 啊怎麼又一台 NO 閉嘴 拜託 完蛋了 有紅燈 你也很吵啊 雖然說 現在南屯銷釣 不是 多麼必食的食物 但是 這個就是我 開台中吃不到的味道 好 幸福 就是這麼簡單 好 我們來配上紅燈 真的請試試一下 這個奶香味 配上那個滷汁 一般的控肉 它是會化開的 它是絞筋 它是Q彈 帶有絞筋 今天禮拜日早上 我的頭髮好忘了 啊算了吧 反正我們等一下要心得吧 昨天紅燈真的那個吐司 其實沒有很適合我 可能我期望太高嗎 紅燈真的三明治都沒有 他們比較吐司 已經很厲害了 是 永豐屌打啊 然後昨天我去南城消點的那個絞筋 不太行 這肥肉超多的 好嘞 那猜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問奶美食 是 這件是 在地的 老店麵包了 麵條香味 有生提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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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在台中還是在高雄 都要買提斯 紅燈真的 對著聖聯想一點點 畢竟是 三明治都用了吐司 短球應該是 縫手 所以跟我期待的感覺 不太一樣 大家午安 今天是 驗床的城市 第一 不知道今天 首先呢 喔我去買了 問奶美食店的 雞蛋桶 可以推 直接回來高雄了 我剛剛上午 在討論其中 報告 那我今天 會先去超市 補貨之類的 讀英文 然後再做個報告 今天的本體 是要去 男子的一間 叫可知 英式紅貝 我對他們 招牌的優格吐司 還蠻感興趣的 OK 那上一次 我的吃飯吃上保留說 那時 我要修車 我有經過這件 我有路過看了一下 呵呵不是我所料 我修個吐司 下午才會輸入 我們來吃另外一間看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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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不要格吐司 不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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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好吃 這是一股 濃濃的奶粉香的吐司啊 我以為他是要幫我切片 結果他會幫我切塊 還蠻有趣的這樣 現在呢 要去家鄉麵包 上一次有買他們家的蛋餅 因為他們家蛋餅便宜又好吃 基本上就是 不要打可哲雞 但是我一拿回家 我哥一口就把蛋挞秒殺 台中的市場也有 他就是很便宜 那他們家打的就是 用奶香味苦中的麵包 所以他們家的吐司 基本上可以威賴成先來吐司 我剛開這邊就有點在等待了 切薄片的 下次我一定要帶羅宋回去 蠻有趣的 他剛剛拿兩條吐司出來 小的跟一包比較大包的 有便便的 會台的阿姨就 我就跟他說 欸那包是不是不一樣 他說對這包有便便的 我跟他說那我要便便的 他跟我說弟弟那你喜歡吃便便 我跟他說對他便便比較香 隔壁另外一個阿姨也是一樣說 我也喜歡吃便便 很多人都不喜歡 今天買了生利吐司 生利美食的芋泥吐司跟白吐司 網路聲望是比較高的 沒意外一定會比家鄉的好事吧 隔天 哇塞 這周其實是其中好周 這周還有超高的 對面那邊 對面那邊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幾天 有一些夜市的攤 放過來那邊擺攤 我也不驚喜的是什麼活動 因為看起來真的沒有什麼活動 但是有大樂狗我蠻高興的 因為我是 逛夜市那種 看到大樂狗通常是一定要買的 小時候現在幾乎一買都是大樂狗 因為我們愛把這個企業好喝 是呀 沒有等我試一下 好啦我們下回見 掰掰 大色有牛耶好酷喔 這次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